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小城的人 今天你就见到了 我们这伙人呢就是有钞票 现在一个人包一张台子 如果你有本事呢 在一局之内限住十万 从我这里赢了一百万的话呢 我就多捐一千万给你 要是你说呢 你师父干脆就不要叫赌神了 你叫温神算了 在这么多的记者面前拆台 这让身为赌神徒弟的刀仔十分不爽 现场就准备和戴安分比试一番 看到底谁的排技更为厉害 只见刀仔把一门牌分成了十六分 以最大的十七点和最小的三四点 成功打败了戴安分手里爆了的二十二点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赢得了一千一百六十万的善款 这一战直接让他成名还被大家尊称为赌侠 将比小刀的风光无限这位小伙的生活就要差了许多 此人叫做阿星 从小跟达叔相依为命 虽然身负特异功能但是不能随便使用 所以他的生活到现在还是穷困潦倒 两人每天吃的最多的就是泡面 这天达叔看着手中六枚中奖的六合彩 他请求阿星帮自己用特异功能搓一下 然而阿星直接拒绝了他 我用特异功能赢回来的钱 只可以做膳食不可以乱花 若是用了第一次 就会衰 第二次就摔到大街上 第三次就会没命了 眼见达叔对自己的说法产生了质疑 阿星直接拿出上次捐款剩下的钱 然后叫来了跟他们合作的王金姐姐 王金姐姐 当看到阿星给的这一大钞票后 他立马准备请三天假好好陪一下达叔 而达叔见到这一幕倒就激动的不行 他连忙拉着王金姐姐进了自己的卧室研究昆字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刚进去没过三秒就走了出来 脸上的表情看不出一点点的沮丧 甚至还有些许的神经气爽 也就在这时王金姐姐手中的肥皂突然滑落 达叔脚下一滑带着阿星就从窗户摔了出去 回到家之后阿星身上一点事情没有 反观达叔已经伤痕累累 不仅头被包成了硬堵阿三脖子还扭了 这才让他相信特异功能不能随便乱用 正当他一脸惆怅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忽然脑海中又有了新的想法 既然特异功能迎来的钱不能用 那就让阿星去学习真正的赌术 可是跟随学习又成了一个大问题 但阿星看到墙上赌神的海报明白了达叔的想法 可就当阿星使用特异功能查看赌神的下落时 一声枪响过后直接失去了画面 突然达叔想到过几天堵神的关门弟子小刀要到香港 达叔给阿星拍了一个自我介绍的vlog 隔天视频就寄到了华仔的手上 看着阿星滑稽的表演华仔一脸嫌弃地关上了电视 正当他给自己的小弟乌鸦打电话的时候 阿星与达叔闯进了华仔居住的别墅 为了让阿星死了败尸的心 华仔决定与他一决定输赢 一副扑克牌一人抽一张牌笔大小 抽到红星月的阿星为了保证自己可以稳赢 他开始发功变走华仔的底牌 开牌了 你今天运气不太好啊 是吗 就算你运气好也未必能赢我 是赢不了你很难哦 你的牌在我这儿 虽然两人的赌数不分胜负 但是华仔却认为特异功能属于旁门左道 这时龙武回到了别墅 得知眼前的两人是无赖后 他掏出腰间的枪成功将二人赶走 没过多久门口又来了一位高挑的女性 华仔以为是自己的仰慕者慕名而来 不等女人介绍华仔就让他去二楼房间的大圆床等着自己 却不料被女人狠狠打了一巴掌 随后又将他掀翻在地 龙武听到楼下的吵闹找了过来 华仔这才知道原来他是龙武的妹妹龙九 晚上不死心的阿星与达叔回到了别墅 却意外地看到了华仔正手捧鲜花与龙九交谈 原来华仔是为了白天的冒失向龙九赔罪 但他不怀好意的神情却遭到了龙九的拒绝 阿星偷听到两人的对话后对着华仔使用了换手 你怎么真生气了 没有啊 那你就快点进来啊 是你叫我的 快点啦 好 送给你 我先去洗房房 我马上就回来啊 我等你 你先到床上等我 好 华仔迅速脱掉上衣跳上了床 却吵醒了旁边的龙武 被龙武的声音惊醒后 华仔才发现自己进错了房间 华仔走后 龙武察觉到楼顶有人 他来到楼顶发现了达叔与阿星 两人再次遭到驱赶 由于赌魔陈金城当年因为被赌神高静打败而被抓进了监狱 因此他便一直对高静怀恨在心 无时无刻他都想要伺机报 然而此时的赌神早已退出江湖享受人生去了 想要将他找出来犹如大海捞针 于是他们便准备从他的徒弟赌霞下手 陈金城的义子侯赛英表示 这一次他不仅要赌神身败名裂 还要以赌神的名义来圈东南亚所有富豪的钱 不久后侯赛英派来的杀手来到了刀仔的别墅准备动手 还好龙武及时发现才让刀仔躲过了一截 见对方人都视中龙武连忙让刀仔先走 于是刀仔直接撞破玻璃冲进了屋内 却不料屋内也早已被杀手们给占领 无奈之下他只好利用高度烈酒喷火 才化解了眼前的危机 而此时屋外的阿兴与达叔两人 还以为是谁家在放鞭炮 直到达叔手上中了一枪才让他们反应了过来 于是他们便跑进屋内想要躲避 却发现屋内的杀手反而更多 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舍命与刀仔一起并肩作战 还好身为南越特种部队上尉的龙武英勇无比 他不仅伸手出众枪法了得 作战经验也是异常的丰富 只见他仅凭着一人之力就干掉了十几名全副武装的杀手 不料对方的首领黑豹也不简单 竟然跟他也能打得有来有回不分上下 很快龙武就因为没有子弹而选择了开溜 然而他才骑上摩托车没跑多远 黑豹就直接打爆了路边的一辆油罐车 威力巨大的爆炸刚好将经过的龙武给炸晕了过去 然而随后赶来的侯赛英却并没有取他的性命 而是将其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而另一边的刀仔带着阿星与达叔一路逃窜的来到了自己山下的老房子里 一进门他就不无私人的想起了以前和师父以及女朋友生活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你的思绪好乱啊 你怎么知道 只要用手指点你的头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点你的嘴就知道你吃过什么 点你的手就知道你摸过什么 再点你的 那等到了晚上还一直没有龙武的消息 于是阿星就用出了特异功能天眼通 发现龙武被打晕装袋关进了一间名为梦罗的酒吧 很快阿星就按照名字找到了这间酒吧 你有什么 我们什么都有啊 五家皮 双蒸二十四味凉茶 豆浆再加一个龟蛋 搅拌均匀 再加一滴墨汁 有没有啊 有 全场一人一杯 我请客 我自己要一杯柳橙汁 好的 让人意外的是阿星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一位长相酷似启蒙的梦罗姑娘 而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阿星就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对不起小姐 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嘎子窝 我一向啊 就觉得男人要留胡子 要有点肚子 超过四十岁才有男人味 我像那些个年轻小鬼 穿着五颜六色的T恤 戴着卡通表 一点男人味都没有 说的对 说的对 看情况梦罗姑娘的出现应该不是个意外 她故意的支走了阿星 创造和三叔丹独在一起的机会 不过看森叔流的哈喇子实在不雅 最后梦罗还是决定先带三叔回家 然后再抽空好好地探讨人生 以此来影响舒之两人的感情 这样的做法属实让阿星心里十分的难受 赶紧拦下了此刻人生高光的三叔 你要干什么 你想套我的妞 他说过他不是启梦 他是梦罗 有个梦子的 你都不可以泡了 哦 有个梦子的都是你的 那我不是只有天天梦仪了吗 我今天都已经四十好几了 你就当时敬老 让我老人家做个美梦行不行啊 哎走开了 不行 可三叔这时已经上头 完全没顾及阿星的感受 和梦罗打车一起离开了酒吧 等到了第二天 刀宰在报纸上发现了一个消息 侯赛因冒充自己赌神徒弟的身份 召开了一场慈善赌局 其实暗地里是想用签数去骗人敛财 为了能够保全赌神的名誉 阻止侯赛因的计划 他们来到了大傻的地盘 准备筹集参加慈善赌局的资金 妈的头 你下来眼了 乱赌摊 妈的 那个是我表弟 大企业家是个凯子 二姨听纵 削他的钱 上次是表哥 这次是表弟 上次差点输给你了 傻表哥 这次不会了 你看他那个样子 表哥还有处 兄弟 贵姓啊 我老妈姓黄 我是问你 我表哥叫Michael 我是问你 Michael Jackson 你表弟秀得厉害 随后大傻便找了几名 有实力的大佬 准备大捞一笔 看着几位大佬 不怀好意的表情 很明显是已经将两人 给荡成了带宰的羊羔 而此时另一边 继承了阿星一半功力的大叔 也已经将所有人的钱 都给赢了过来 在梦罗一句 接一句的吹捧中 他也逐渐的迷失了自我 于是便成功地犯了禁忌 让自己功力尽失 就连传他功力的阿星 此刻也是受到了他的影响 因此阿星现在搓了半天 也只能勉强地搓出半张三 包仔健壮只好假装 不小心地将半张底牌 露给了大傻看 看对方的牌大过自己 大傻的心瞬间就量了半截 好 我跟 跟什么跟啊 你比我还大 你厉害 我不跟啊 对嘛 大家投降各输一半 干不干的 一半 没干 你干嘛就输一半 你都搞错 没道理啊 哪有投降输一半的 我在大陆玩也没有 大陆怎么玩的 你神经病 大陆是大陆 这里是香港 香港是投降输一半 由于自己的功力出现了问题 阿星便已有急事 唯有想要离开 可大傻却非要他们再玩一把 无奈之下 阿星只好表示再玩最后一把 可当这一把牌发到最后时 场上的所有人拿到的都是三条 只有阿星一个人拿到的是一对肩 无奈之下 他只好又搓起了牌 可搓了半天 依然只搓出了半张肩 于是两人便又顾忌重施地 用出了刚刚的那一招 可不料这个名叫风标的大佬 却偏不投降 即便是阿星将底牌都给他看了 他却还是倔强地不肯屈服 随后他还命令手下们去开阿星的底牌 慌乱中阿星直接一把将底牌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而这时乌鸦叫的警察也在此时赶到了现场 随后风标表示自己有三条钩 而阿星由于底牌不见了所以只能算一对肩 可没想到阿星却从嘴里将那半张肩给拿了出来 这才让他们两人有惊无险地赢购了赌本 第二天赌神号的记者招待会上 海珊正对着各路记者宣扬明天的慈善大赛 这时突然出现的华仔与阿星打断了他 为了拆穿海珊的帽牌赌辖身份 华仔与海珊在赌桌前相视而做 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从刀仔踏入赌神号的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陷入了海珊的圈套 因为整个赌神号已经被海珊打造成了高科技 等赌局开始刀仔拿到了纸牌之后 里面的工作人员就依靠监控拍摄纸牌露出的照片 利用电脑开始分析纸牌点数的几率 在得到了准确的消息后 工作人员就对着一旁的话 用口述的方式把电脑分析的结果通过微型耳机上报给海珊 你要买顺子 我叫一块钱 既然你说我是顺子 我说了 这么有把握 你怕了吗 这副牌看样子是顺子的机会很大 那我这突胚不就没得跟了 不过我这个人不信邪 我跟 我赌你不是顺子 他好像看透了你的牌了 我知道 因为我是赌神的真正传人 而你们两个只不过是骗子 虽然刀仔已经猜出来了 这里有着非常精密的监控仪器 可这场赌局他已经输掉了全部的筹码 为了证明自己是赌神的徒弟 刀仔就在众人的面前拨通了赌神的私人电话 本以为这次一定能够拆穿海珊的阴谋环自己一个清白 但就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 龙武和三叔坐着轮椅被海珊的手下给推了出来 然后拿出了枪对着两人的脑袋 以此来威胁刀仔挂断电话 没人接 没人接 我昨天还打电话给我干哥哥哥巴气风 也是没人接啊 现在事实证明了 赌 你输给我 打电话你又打不通 你们这两个才是卑鄙无耻的骗徒 马上给我滚 眼见事已至此已经没了办法 刀仔只能带着阿兴灰头土脸的起身离开 到了晚上小刀坐在轻盘大雨中不知该如何是好 对方有着高科技仪器计算他的牌 而却现在已经输的一毛钱都没有剩下 为了能让小刀重振旗鼓阿兴准备再去赌一次 就算对方的仪器再怎么强大也不过是人创造出来的 只要两人小心谨慎 他就不相信能让对方找到机会 可这时候的小刀根本听不进去 只认为自己丢光了师父的脸 见他如此懦弱准备离开的科威特人看不下去吗 你们两个是不是男人 你说什么 现在我们科威特人连国家都没有了 我都不害怕 你看你像什么 明天我就会科威特 只跟海上拼命 我早说过 你这个小王八蛋 没有种 你们两个真是我呢 这一番话让小刀跟阿兴幡然醒悟 反正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 而且有些事情他们一定要做 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 第二天早上两人准备出门之时 刀仔却为了不想连累阿兴 选择自己独自去面对这场生死不明的战斗 而当刀仔刚进入赌神号 就被狗眼看人低的保安给拦住去过 先生 这里一关不整 说不招待 怎么样子要整齐呢 起码要打理财 我有啊 而他与保安的对话也被海山所听到 面对手下败将的到来 海山也不忘再羞辱他一人 可在面对海山的嘲讽刀仔一脸释然 他放下身段恳求海山能够借给他十块钱 十块钱响应两千五百万 面对着对方的当众羞辱 刀仔却没有丝毫的惊慌 只见他走上前来用自己的双脚夹住了地上的钱 然后一个帅气无比的后空翻就将钱给拿在了手里 随后刀仔便直接拿着二十块的毒本换筹码去了 只留下了一脸不爽的侯赛英呆呆地愣在了原地 随后刀仔带着刚换好的筹码来玩骰子 身为赌神首席大弟子的他自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听出骰子的点数 可等他无比自信地买定离手后 何关却利用脚边的机关做起了手脚 还好刀仔听力惊人发想了他的这个小动作 于是在何关开中的前一秒 刀仔直接就将自己仅剩的十块钱给丢了出去 好棒啊 一盏一百五十被你买中了 运气好啊 你这行 我的 就这样刀仔玩的第一把 就用十块钱赢回来了一千五百块 随后刀仔便换了一张桌子玩起了百家乐 一上场他就将自己所有的筹码全都买了盒 地旁的侯赛英健壮便偷偷地给何关递了一个颜色 何关当即也是心领神会的开始发牌 而此时监控是通过电脑比对 分析出刀仔的牌有非常大的概率是二 于是何关便直接通过自己高超的手法 开了一副几乎是通杀的牌出来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刀仔的牌竟然也是公斤 庄家险家都是九点合了 人走运城墙都挡不住 一定要乘胜追击 帮我继续压盒牌 见情况有些失控 侯赛英便直接来到了监控室坐镇指挥 此时电脑又分析出刀仔的底牌大概率会是监合四 因此刀仔手上的这一把牌要么是九 要么就是二 考虑到他所有的筹码压的都是合 于是侯赛英便直接吩咐何关开一个六点 这样就可以完美的避开盒牌了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刀仔手上的两张牌竟然都是八 这样加起来的话就刚好也是六 岂有此理 我有个习惯 在我看牌的时候呢 最喜欢放着牙签的牌上面 然后就会想一手就来什么 旁边的人看到以为是Ace呢 就这样刀仔凭借着这两把盒牌 成功的将他的筹码翻到了十几万 临走时他还不忘对着监控一顿嘲讽 这直接就将侯赛英的嘴都给气歪了 这时阿星和龙九已经赶到了赌神号 他们并没有先去找刀仔 而是分开去解救被劫持的龙武和三叔 以此来消除海山威胁刀仔的筹码 只有这里有人开手 里面一只关了三叔跟五哥 让阿星没想到的是里面关着的竟然是梦罗 在两人见面后 梦罗坦白了是海山威胁自己设下拳头 坑害三叔犯了禁忌让阿星失去了特异功能 那他们抓了我三叔之后 你们把他吊起来打 挑战他的手脚筋 再把他指甲拔出来 用盐拔盐他伤口 再用盐酸洗他的脸 这倒没有 有没有搞错啊 没有 他害我特意功能济失 你们抓到他怎么打也不打呢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不难看出阿星直到现在还是对三叔抢梦罗的做法意见颇大 而梦罗也看出来了阿星对自己的关怀之意 在面对阿星提出为什么要帮海山这个坏人做事的时候 梦罗也终于打开了心扉 为难的说出了自己尴尬的情况 我欠他钱 你欠他钱可以跟我说啊 我欠了两百多万啊 这个你可以跟小刀说啊 后来他还想 他这样怎么样 我不不好意思说 什么 我马上去挑战他的手脚筋 然后我会用蜜糖涂在他的伤口上 我再放一堆蚂蚁在上面乱咬 咬他的伤口 他从大陆起了一个特异功能的一级高手 叫大军的来对付你啊 听到这里阿星的脸上露出了落幕的神色 面对梦罗提出怎样才能回复功力的疑问 阿星开始变得扭捏害羞起来 这说话结结巴巴的样子 让旁边的梦罗心领神会 已经猜出来了阿星恢复特异功能该去怎么做 于是在一番直击心灵的痛苦过后 阿星满面斗志地走出了房间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走路都带起了风来 然后坐到了刀仔的旁边 看着刀仔像看傻子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阿星赶紧就做出了解释 这时阿星也发现了坐在旁边拥有特异功能的大军 大军只是用了一个眼神 就让阿星神不知鬼不觉地已经中招 瞬间来到武侠的世界见到了这几位大佬 身陷幻境一副乐部群的模样 如是如醉地弹起了笑傲江湖的曲子 就是苦了坐在阿星旁边的靓女 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腿会被别人当作二侯 在这么多的人面前现场演奏 好在最后刀仔及时地叫醒了阿星 才让靓女脱离了苦涵 哎呀 把命太烂色情疯了 看着脸头 你吓死人了 什么事 此刻的阿星思索半天才反应过来 原来中了大军的幻术 重回座位的他也是面带当大 也不得不承认大军确实有着实力 遇到高手了 不要 不要看他 刚才他用特异功能令我产生换局 他的功力可能在我之上 不过不要紧张 我已经恢复特异功能 为什么 就是爱琴的力量 而在这个小插曲之下 赌绝也正式开始 阿星只是看了一眼 便清楚知道了里面的点数 一二三六年 你知道我知道 你也知道 可虽然大家都对点数心知肚明 然而只要核关按下赌桌的开关 那骰子便会转动变成叠的点数 没有办法的阿星只能使出特异功能 将开关动了手脚 随后是一刀仔全部埋小 全部埋小 而海山也果然上了阿星的党 他急忙点头 示意核关去采开关 一旁的大军 见状连忙发工 改变了骰子的点数 察觉到大军的举动后 阿星也连忙发工 将骰子的点数给变了回来 随后两人便直接火力全开 利用骰子 开启了他们之间的第一站 在两人的全力操控下 三颗骰子发生了 极其猛烈的碰撞 随着两人的功力不断加大 三颗骰子不堪重负地化成了粉末 现在骰子碎了 连一点也没有 一点也没有就是小 我赢了 谢谢 然而此时侯赛英却走上来 以骰子有问题 唯由将这句给作废 随后他还不忘嘲讽一下 刀仔与阿星 他表示慈善扑克王大赛 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了 而刀仔此时的筹码只有三百万 看来是没有可能达到 大赛两千五百万的门槛了 在侯赛英的刺激之下 阿星当即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两人趁着大军不注意时 拿起桌上的筹码 就向着不同的方向跑去 当大军跟着刀仔准备捣乱时 阿星就会在另一边 吸引他的注意力 这边好虚 我摆一百万 下局摆一百万 这一局先不摆 在两人的一番声东击西下 大军四处奔波疲于奔命 很快就被阿星搞得气喘吁吁的 虽然此刻的大军 已经是累得不行了 但他依然是紧紧地 跟着阿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眼看着已经没有时间了 阿星直接就将怀里的筹码 全都给压了出去 这一可不行啊 买烟赔一样啊 不行 这不行啊 对不起啊 等大军意识到自己被耍了时 刀仔已经成功地将三百万筹码 赢到了两千五百万 不好意思 我已经赢了两千五百万 我想我可以参加慈善扑格王大赛 任何人有三百万美金 都可以参加 就在当当 小刀仔阿星的帮助下 成功赢到了两千五百万 这样也就拥有了参加慈善 扑克大赛的资格 刚一入座 他就发现了场内布满了摄像头 小刀也将此情况告诉了一旁的阿星 只见他距今会神地狠狠 给了自己一巴掌 下一秒摄像头全部发生了爆炸 哇 好大的耳耻 厉害厉害 就在海珊尴尬地把耳垢放进兜里的时候 被营救出来的达叔 赶到准备揭穿海珊的真面目 可却被两名小弟 以梅达领带围拦在了外面 阿星见状连忙上前解围 在一番犀利的语言艺术之下 小弟直接被绕晕过去 三人不等他反应过来就往里面走 先不要揭穿他 我们要在赌桌上面 光明正大的一个海珊一团 此时的赌局已经正式开始 大军立马利用刻意功能查看其他人的牌面 而小刀为了防止他偷看 直接把牌立了起来 紧接着对他就是一番戏耍 经过前后左右的疯狂摇摆之后 大军一下就跟海珊撞到了一起 在整理完狗舔的发型之后 海珊示意小刀说话 没想到小刀霸气的梭哈三百万 在场的两位大佬直接被他的气势下的选择盖牌 只有一位大佬不服气选择去跟 而海珊有的大军的帮助更是不虚 随着第三张牌发放完毕 大佬决定跟海珊外赌两百万 没想到海珊张嘴就是五百万 吓得大佬赶紧把自己牌给盖上 他也没想到这家伙能这么捂 此时堵桌上没有盖牌的只剩下他跟小刀 第四张牌发下去之后 海珊要跟小刀开牌碰一下子 你开牌我三条九 对不起 红花 只拿到AK你也敢说 我师父跟我说过 拿AK不赌是棒槌 我随便拿一队都比你的 还可以买睡买桶花 如果这样都不说的话 那就干脆别赌 而阿新和达叔负责收钱的同事 又充当起了啦啦队 在众人面前跳舞庆祝华仔的盛名 随着几个回合下来 其他对手全部输光淘汰出局 只剩下海珊和华仔两人一较高下 但海珊认为两个人对赌难免有些枯燥 于是决定让大军加入 华仔又不傻 让大军加入自己就需要一打二了 于是提出要让自己的师弟阿新也加入进来 嘿嘿嘿 行了 我想多拉拉队啊 不行啊 现在我们唯一的仗牌是那个独眼龙 如果那个独眼龙没有特异功能 而你有的话 我们就赢地 对啊 有没有办法 说吧两人便悄悄地密谋对付大军的计划 然后就开始了对局 待核官给众人发完第二张牌后 大军率先查看自己的底牌是一张钩 接着准备使用特异功能 看穿华仔和阿新的底牌 但好在两人反应迅速 将底牌捂在手掌中才没能让大军得逞 第三张牌阿新拿到了一张黑陶3 底牌是一张黑陶K 华仔则拿到了一张5 接着查看底牌发现也是一张5 海珊这边拿到了一张红陶S 底牌也是一张S 而大军运气非常好 第三张再次拿到了一张钩 获得话语权 300万 有胆识 怎么样 没问题 就这样其他三人全部选择了跟住 第四张牌大军拿到了一张梅花酒 阿新拿到了一张黑陶2 红花顺的牌面 华仔则拿到了一张体弹 海珊运气不错拿到了一张K 目前一对S一对K的牌 很大概率能拿到福尔豪斯 700万 我索哈了 跟你索哈 跟了 跟 随着四人全部索哈 接下来变到了紧张气氛的时刻 最后一张牌 海珊拿到了一张S 果然是福尔豪斯的牌面 大军拿到了一张9 同样是福尔豪斯牌面 华仔运气爆棚拿到了一张5 目前是台面上最大的一副牌 4条5 华仔再三确认自己的底牌 因为他担心大军使用特异功能将其底牌换掉 而阿兴这时拿到了一张黑桃S 红花顺的牌面 结果这时大军果然开始使用特异功能 试图换掉华仔的底牌 阿兴剑状也赶紧发功阻止大军 与此同时 华仔的双手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 于是立即将底牌压在台面上 我才当两个是没钱了 我这里有两千万 我想你也差不多 干脆这样 我们就外赌这把 面对华仔的提议 海山有所顾虑 在得到大军的点头同意才敢选择跟住缩哈 就跟你赌这把 两千万 好了就开牌 三条五怎么赢我 就算你暗恋我 也不用在这么多人面积亮出来吧 见阿兴换掉了海山的底牌 大军气得就要出口成脏 但好在及时控制住 不然功力就会尽失 接着大军非常自信的掀开自己的底牌 是福尔豪斯的牌面 这让阿兴瞬间面露难色 铜花打不打得过弗洛汤 铜花打得过弗洛汤 那除非你老爸变成了兔子 如果铜花再加上顺子 打不打得过啊 铜花顺 我老爸不只会变成兔子 而且还跟你老妈结婚生子 所以才会生出你这个杜燕龙的儿子 怎么会这样 我明明拿走你的底牌了 不要动 我早就知道你可以变走我的底牌 所以我就把底牌坏给阿兴了 你变成那是阿兴的底牌 老K 你们这两个混战王八蛋 没收工就发脏了 这次轮到你没有特异功能了 没想到刀仔简单的劣势小技 就让大军犯了特异功能的禁忌 不仅输掉比赛 还被散了全身的功力 成为废人一个 气得大军鼓鼓脸面当场就要离开 大军 你上哪去 我已经没有特异功能了 还留在这儿惹人邪吗 而海山在失去了大军这个帮手后 竟然恼羞成怒露出了坏人的面目 他先是叫来手下强行地输散了围观的吃瓜群众 在确定轮船已经行驶到了公海之后 准备拿枪结束掉阿兴几人的性命 坏人不可怕 可怕的是坏人还懂法 为此阿兴就施展了特异功能 把他们手里的枪变成了辣铁 吓得这群人赶紧将枪扔在了地上 虽然海山及时地叫醒了他们 不过也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龙武和龙九从天而降 随便几枪就解决掉了这群小虾 但这时黑豹已经拿着大杀器赶了过来 龙武自知不是对手只能慌乱地躲避 不过在两人拟来我网交手的过程中 龙武计算出来黑豹手里只有一枪的机会 于是他故意暴露行踪爬上了旁边的吊灯 在敏锐地躲过了黑豹的最后一枪后 转身直接对着黑豹出手一击毙命 而另一边的阿兴带着孟罗跑进了厕所来躲避追捕 随着厕所棍耍的虎虎声威 他很快就将所有小喽啰全部给解决 而另外一边的达叔更是了额 谁也没想到他竟然会翻根头 你不累啊 累啊 没办法 神经病 见刀仔离开 达叔此刻被吓得直接空中转体三周半 警戒一记旋风腿便将追赶之人解决 别以为我真没办法 而相反刀仔这边更为轻松 通过一系列的旋风腿加上红拳将其全部解决 见海山还想逃之夭夭 直接被刀仔一拳给击倒在赌神像面前 你吓了我你要坐牢的 是你教我 在公海杀人香港政府都没全抓 只有这艘船的注册国家才可以抓 在生死存亡面前 海山早已没了之前的气势 也将陷害刀仔的是公之于众 而阿新此刻也带着梦罗来参应一角 那梦露欠你的钱怎么办呢 不必还不必还 我们是欠结不还的人吗 如果你要还那最好了 我帮你还拿着 一块两毛五 你现在不杀我了吧 然而让海山没想到的是刀仔的枪力 根本就没有此案 而刀仔在跟龙武龙九嘘寒问暖一番过后 也是准备将海山交给警察 海山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他立马从身后掏出了迷你版小手枪 此刻阿新刀仔同时出手 将其狠狠教育一番 当一切归于平静 阿新也跟梦罗走到了一起 而同样刀仔也跟龙九谈情说爱起来 此刻几人相互取暖 在寒暄一番过后 阿新便要带梦罗回家 可却被刀仔给拦住 大使跟你们商量 什么事 如何 你用特异功能赢回来的钱根本就不能用 而我赢回来的钱要拿去救济苹果 对啊 那你以后用特异功能赢回来的钱全输给我就行了 哦 我明白了 我把钱全输给你 你就很有钱 我就有够穷了 你再用你的钱来救济我 完全答对了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哎呀 发财了 谁说的 闭嘴 啊 师父